台風蘇拉雜港 本港各區遭受到狂風暴雨的吹襲 有住宅單位的大玻璃疑似被強風吹爆 長身出現了個大洞 冷氣機連整塊玻璃窗吹了下街 隨即引起網民的熱烈討論 有網民就覺得 裝大玻璃窗雖然是好美 但去到打風的時候就大件事了 最後網上有流傳另一張照 是由對面拍回去那個單位 可以看到長身窗上有分體冷氣機的場外機 而窗戶仍然留有破碎的玻璃 令玻璃窗連冷氣掉下街的說法引來質疑 有網民就說 分體機要掛在長身高位 不可能吹下街的 我們的記者翻查網上的資料 這張照片是由日出康城住戶的群組傳出 他說那裡是他的家 呼籲大家不要開窗 但這位住戶就沒有提及到冷氣機吹下街 可以戴上街的教室 沒問題 inequalities плюс 都會沒問題 我們高坨 instr